自从上次那个粗粮窝窝头火了以后呀 有很多姐妹在评论区里留言说更喜欢吃粘窝窝 但是自己做出来的不成形 蒸好后全塌了 甚至还有更惨的 今天我用南瓜做了一锅粘窝窝 顺便把详细的教程分享一下 咱们先把南瓜切片上锅蒸熟 蒸熟后倒在大一点的盆子里 加上红枣和玉米粒 喜欢吃蜜枣的也可以加蜜枣或蜜豆 然后瓦上几瓢这个水沫糯米粉 因为南瓜和配料的含水量不同 糯米粉要根据情况添加 合成这种偏硬的面团 太软就会塌陷不成形 太硬了口感就没有那么糯 然后揪一块先团一团 再用大拇指出个洞 像我这样整理成窝窝头的形状 最后再裹上一层糯米粉 这样蒸出来的粘窝窝 表面光滑平整更好看 全部蒸好后放入蒸锅 水开计时蒸15分钟 时间到看看 这金灿灿的粘窝窝就做好了 稍微晾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怎么样 漂亮吧 丑丑这糯唧唧的还能拉丝 真是软糯香甜又好吃 赶快去试试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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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